宣布疫苗残疾可以开放给民众预约 而其实台中为了怕疫苗的浪费 在24号就已经开放残疾 让非优先目标族群施打 而在当天就已经施打了116人 隔天一早有人就来专程排队预约 希望可以接种疫苗 就连诊所电话也被打爆 询问电话接不完 而另外台中今天也新增了一起案例 是台中市第二例确诊死亡案例的女儿 她因为一直在居家隔离中 所以没有旷列接触者 没有残疾那我们是可以让你登记 一早就有人到快打 这样问有没有残疾可以打 工作人员就把群聚赶紧帮忙登记造册 我们要每天去家户去施作 要是我们带细菌的话 我们无法去 62岁的先生是水电工 人家一觉就要到对方家里 施工风险不小 所以他特地来排队等 近中午11点半顺利接种疫苗 以台中中信国小这一站来说 当天施打最后一瓶的残疾 可再提供两人施打 另一边诊所电话也被打爆 我们现在还不能预约打残疾 不过目前诊所还没有开放 台中市为了怕疫苗浪费 24日开放残疾 让非优先目标族群施打 当天就打了116人 25日9个快打战 则有18人打到残疾 后补名单顺序 7到10类公费疫苗接种对象 再来是其他对象 另外台中又有新增案例 个案是台中市第二例确诊死亡案例的女儿 隔离住院期间 两度裁剪都是阴性 之后自主健康管理结束 再裁剪确诊 市部也持续追踪7天内 来台中住了4间旅店的南投确诊者 再把时间往前推 其实他6月11就在台中 住了曼特先生旅馆 还到过加勒福青海店 不过相关接触者已裁剪的都是阴性 警察也调阅监视器 住宿期间只有他跟友人一起 没有开毒趴跟毒品交易的情势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